来到世新大学新落成的新院宿舍 可以看到附近环境相当清幽 离学校也非常的近 不过呢单人房一个学期的住宿费9万元 等于一个月要18000元也引发讨论 作家黄大敏就在脸书发文写道 去早餐店吃早餐 听到附近大学的顶级宿舍 一学期单人房租金9万元 双人房一个人15000元 真的好吃惊 直呼家长口袋实力很深很强啊 网友也纷纷留言说那个数字是养生村吧 比学费还贵很夸张 有些家长也是逼不得已 同学来这边读书啊住外面啊 还有吃饭啊住房子啊 还有其他的用钱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贵 会有一点点 但是金钱问题还是有一些原因 新院宿舍就在世新大学后校门 七层楼的建筑房间外观看有阳台 进到室内一楼有开放式交移厅 健身房还有桌球和撞球台 房间内大片落地窗 网路冷气冰箱也是标配 住宿生可以优先申请汽机车 地下停车场 而且校方透露住宿名额已经额满 如果他真的像饭店市那样搞不好 会有响吧 过去世新大学就曾回应校内外共有六个宿舍 下位各不同也为经济不利生 跟特殊生保留优先征绩区域 提供低收入学生住宿费全眠等关怀措施 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 三连新闻差一之另 去台北站我报道